第五课 感恩健康 你是否为自己的健康而心怀感恩 或者你只是在生病和受伤的时候才会关注健康 你是否会为自己睡了一个好觉而心怀感恩 或者你是不是觉得一夜好眠是理所当然的 只有失眠的时候才会想起睡觉这回事 你是否每天都为自己拥有生命而心怀感恩 健康是生命的礼物 它是你每天都接收到而且将持续接收到的礼物 要想持续获得健康 我们必须对拥有健康而心怀感恩 感恩是我所知的 可以让我们充分感知身心健康的最快的方法 如果你只有一点点感恩之心 这样你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会改变一点点 如果你时时刻刻都在感恩 这样你的生活和你的健康状况会以你难以想象的方式发生改变 感恩会让你生命中的一切美好成倍出现 而且可以消除不好的东西包括疾病 无论你现在处于如何不好的状态中 你总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感恩的东西 身怀感恩用感恩的力量消除生命中一切不好的东西 无论他们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感恩创造奇迹 感恩可以创造奇迹 感恩之力可以移山开海 感恩可以消解一切疾病 如果你不相信感恩可以为你的健康和身体创造奇迹 那就读一读这几个故事吧 一位年轻的女士患了脱发症 一女女受发从她的头顶脱落 渐渐她会失去自己所有的头发 过去几年来她试骗了自己可以想到的所有方法 但是就没有任何效果 而且她的脱发情况还在不断恶化 最后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她离头了 所有的医生都说这个症状是不可抑的 她只可以直发或者大假发 对于这件事她表示没办法接受 她在自己的房间里 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识 告诉自己知道 我有一头天然的美丽的黑发 对此我心怀感恩 她帮自己画素描 她不下的自己拥有一头健康的手法 而且她不断地说 我好回了,多谢 那时是2008年 一开始对自己说出口的说话 她很难产生相应的感受 但是她也是坚持了下来 几个月之后 虽然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但是她渐渐开始相信 自己说的说话都是真的 2009年 她的头上重新长出了第一串头发 三年之后 她已经拥有了一头美丽的瘦发 她的头发又长又浓密 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让我们为拥有健康的头发而心怀感恩 另一位女士的肾脏 只剩下30%的功能 而且情况还在迅速恶化 她一直有个梦想 希望和家人一起过着 与与丰富充实 充满活力的生活 所以她拒绝接受医生的诊断 每一天 每一晚 她都努力地感受 相信 确知自己只在恢复 而且 更重要的是 她对自己的健康 满怀感恩 她的医生 同其他肾病专家 对她的康复表示震惊 但是 她知道 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感恩态度 让我们为拥有健康的肾脏 而心懷感恩呢? 一對年輕的夫妻 希望可以生很多孩子 但是,他們的兒子卻胎死腹中 沒多久,妻子得了一種病 影響了生殖系統 醫生告訴他們 妻子沒辦法生孩子了 他們心懷喪子之痛 但是還是決定 將一切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每天早上 他們都感謝宇宙讓他懷孕 即使他沒有真的懷孕 他們還列出了生活中 所有值得感恩的事 將關注點全部都放在積極的事物上 不夠一年,妻子再次懷孕吧 雖然在醫學上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懷的是一對龍鳳胎 讓我們為擁有生命而心懷感恩 感恩的治癒力量 無數研究表明 感恩可以讓更多自然的健康之力 湧入你的身心 幫助身體更快恢復 感恩的力量 還可以配合身體保健 營養療法等等 任何你選擇的醫療服務 共同發揮作用 如果身體出現了問題 你會對此產生消極的感受 好像壓力、擔憂、挫敗感、恐懼等等 這些都很正常 但是,這些由疾病帶來的消極感受 並不可以幫助你恢復健康 而且,它們還會起反作用 它們會損害你的健康 為了自己的健康 你應該用積極的感受替代消極的感受 其中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心懷感恩 對自己的健康心懷感恩 這樣你就可以接收到更多值得感恩的健康力量 而且,與此同時 你身體和心靈的緊張和壓力也會得到釋放 科學研究顯示 壓力是很多疾病的源頭 另外,研究顯示 心懷感恩的人會恢復得更快 而且壽命也比別人平均長7年 之所以會這樣 其實很容易理解的 根據吸引力法則 心懷感恩 這樣你感恩的東西就會成倍出現 你對健康心懷有多少感恩 你的健康就會提升多少 你對健康有多少不感恩 你的健康就會受到多大的影響 心懷感恩 你會見到你的健康狀況馬上得以改善 疼痛、痣、傷痕等等 都會奇蹟般地消失 而你也會感覺 運身都是力量、活力滿滿 而且非常之快樂 或者你現在生病 或者正在承受著巨大的痛苦 但是你都在不斷接收著健康的禮物 你可以對此心懷感恩 生病或痛苦的時候 你可能很難找到感恩的感覺 但是只需要一點點的感恩 就可以讓健康的力量注入你的體內 如果你關注的都是你不希望在自己身上看到的東西 這樣你就沒有對自己的身體心懷感恩了 想一想 根據吸引力法則 對自己身體的抱怨只會吸引你更多讓你抱怨的情況 因此抱怨自己的身體或外表會讓自己的健康受損 對自己的身體心懷感恩 想想你的腿和腳 他們讓你可以自由活動 想想你可以用雙腿做多少事情 保持平衡、站立、坐下、鍛鍊、跳舞、爬山、駕駛 而且你還可以用它們來行走 行走賦予你享受生活的自由 你可以對它們真誠地說一句 想想你的手臂和手 每日你用它們拿多少東西 你的雙手是你最重要的工具 你每日都在不停使用它們 你可以對它們說一句 想想你的感官門 每日吃飯和喝水的時候 你的味覺都會帶給你巨大的快樂 你可以對它說 謝謝你我美好的味覺 你的嗅覺讓你體驗到生命的美妙香氣 你可以對它說 謝謝你我親愛的嗅覺 你的觸覺讓你擁抱觸碰心愛的人 感受到彼此手心的溫度 在這個世界上最可貴的事情之一 你可以對它說 謝謝你我寶貴的觸覺 想想你的雙眼 因為有了它們 你才可以看到你的愛人和朋友的臉 你才可以看書看報紙和電子郵件 看電視看到自然之美 而且看到你的人生道路 你可以對它們說 謝謝你呀我的雙眼 感謝你們讓我看到這一切 如果沒有耳朵和聽覺 你就沒有辦法打電話 聽音樂 聽廣播 也沒有辦法聽到外人的說話 沒有辦法聽到世界上的任何聲音 你可以對它們說 謝謝你們讓我可以聽見 如果沒有大腦 這些感官就沒辦法發揮作用 你的大腦每秒鐘都要處理幾百萬條信息 有了大腦 你才可以感知到這個世界 你才可以體驗到生命之美 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種電腦 可以跟人腦相比異 你可以對它說 謝謝你呀我的大腦 以及我的美麗心靈 想像那些維持著你的生命的器官 它們不斷篩選、淨化、更新著你體內的一切 而且它們的工作都是自發的 完全不用你操心 你可以對它們說 謝謝你們呀我的器官們 感謝你們完美的工作 想像你的免疫系統 它努力工作保護你的健康、治癒疾病 你可以對它說 謝謝你呀我的免疫系統 不過在人體所有的系統和器官中 最最最神奇的都是心臟 心臟掌控著其他所有器官的生命 只是因為有了它 我們體內各個系統間才有了生命的流動 你可以跟它說 謝謝你呀我健康強壯的心臟 你的身體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實驗室 而且任何一個人工的實驗室都遠遠無法複製它的偉大成就 你就是個奇蹟啦 你可以對自己的身體說 謝謝你我偉大的身體 感謝你的食物 在健康方面 另一種使用感恩力量的方式 就是對進入你身體的食物表示感謝 在吃飯前對食物表示感謝 這是千百年來我們一直遵循的傳統 早在古埃及時期 人們已經這樣做了 因為當時的人相信對食物和水表示感恩 對它們起到淨快的作用 進入21世紀 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 越來越多人不再花時間去對食物表示感恩了 但是 近來的量子物理學研究表明 古埃及的做法其實很有道理 量子物理學中有一種觀察者效應 認為觀察這種行為會令被觀察的對象發生改變 想像一下 對你吃的食物和飲的飲品表示感謝 可以改變它們的能量結構 淨化它們 就是這樣 你吃了飲了的所有東西 都會對你的身體健康 產生積極的作用 對食物表示感恩 你就可以改變它們的結構 進而改變它們對你身體的作用 對水、心懷、感恩和愛 也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你需要吃飯才能活下去 才能思考、感受 才能保持健康 因此 對於食物 你可以感謝的有很多 每一天 在吃飯或飲水前 無論你是要吃一頓飯 吃一個水果 一塊點心 還是要飲水 花一點點時間 看看你要吃和飲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在心裡說 也可以大聲說出來 謝謝 讓你的心中 真是充滿對食物和水的喜愛和感恩 另外 吃飯期間 你說的說話也應該是積極的 如果有可能的話 細細品味你吃的每一口食物 這樣不僅會幫助你充分享受食物的美味 還會幫助你獲得健康 一位女士寫信給我 告訴我 她和肥胖鬥爭的經歷 她嚴格控制飲食 每天都去健身房鍛鍊 但是都是一磅都減不到 於是她決定嘗試一下新的辦法 她開始關注自己吃的食物 吃東西之前 她都會對食物表示感恩 她會細細品味食物 祈禱這些食物可以帶給自己身體充分的營養 效果立肝見影 這樣做了之後 她不再時時刻刻想著食物 她不再擔心什麼會讓她長肥 她只是在想吃東西的時候吃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她列了一個感恩清單 對於達到理想體重之後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穿上夢中的婚紗等等 她心懷感恩 在一個月之內 她成功減了超過三分之一的體重 獲得了理想的身材 這一切都是因為她心中對食物和自己 充滿感恩和欣賞 讓我們餵食物 以及食物帶給我們的健康 而深圍感恩 感恩擁有強大的力量 每天都對你的健康 講一聲 謝謝 這個世界上的所有錢都買不到健康 因為健康是生命的禮物 所以讓我們對擁有健康 滿懷感恩之情 深懷感恩 你的健康狀況也會越來越好